話說我是一個LESBIAN 當時我前輩的爸爸 他就靜靜地跟我說要單獨吃飯 他一出來會說 有時候我真的很想念你 還有些是令我更加難受 有時候他如果喝酒 他就會突然間收拾我 他會說 男女關係就說有BB而已 女女就不怕 不知道女生和女生之間是怎樣做的 不行 我真的接受過 我要立即報警 大家好 我身邊有LetteLette和Charlie 兩位新的女主持 Lette就去了山仔 但沒想到 今集就來一個很有挑戰 很複雜的個案 我認真地慢慢說 個個案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的聽眾打上來 有一個LESBIAN 他的女伴 爸爸就想追求他 嘩 即是他本身是兩個女生 然後他女生的對方爸爸又想 追求他 嘩 幾重關係 很複雜 我們先聽聽 喂 晴晴你好 Hello Hello 你有一個很複雜的愛情經歷 想跟我們分享 是嗎 好 慢慢說 是怎樣的呢 其實是因為我的甜度 他的爸爸就當我不是女兒 這麼簡單 話說我是一個LESBIAN 我就跟我一個LESBIAN 一起第三個月的時候 就被我父母發現了我和他拍拖 我父母很傳統 他們是很反對 也都很激動 叫我說要立刻分手 當時都和我父母鬧得很差 這些關係 嗯 另一方面呢 不知道為什麼我的前輩 突然間第二天 就從了他自己的父母出軌 那他父母其實是很接受的 他會覺得 那個女兒開心就行了 但是我那個前輩的媽媽 都不是很接受 那一刻的我其實都很徬徨 之前拍這麼多次拖 都未試過去見家獎 那所以人際關係上 其實我不是很懂得怎樣拿捏 當時我前輩的爸爸 知道了我們的事之後 他就靜靜地跟我說要單獨吃飯 又是說我前輩的媽媽 說好像是你們成本的光行 那不如我教你幾招 讓你容易融入我們家吧 其實是挺溫暖的 那一刻你會覺得 真的 想你們好 幫助你融入家 是啊 沒錯 特別是我自己父母那邊 吵架 突然間另一邊有 有這麼魔術的爸爸 想接納我 還求我幾招 當時他就叫我 不做雞藥 不要告訴我的前輩 我為你好才約你出來 那我也沒有理 我當然要告訴我的前輩 那當時我的前輩 真的很反對 很不想下去 但是我自己就是覺得 如果連他們都不支持的話 沒關係很難走下去 那我想問一下 你的前輩為何反對呢 他會不會覺得 我知道我爸爸已經是 你奇怪了 還是什麼原因呢 他純粹是覺得 他老闆 你為什麼要做我 那是我人之間的事 結果出來了 我打算他會教我幾招 那誰知大部分的時間 他都是說他以前 又不知 從哪裡香港來香港 拿著幾個水 好辛苦 講自己的奮鬥事 通常爸爸都真的這樣的 我和李小龍根本 就是兩師兄弟 中國四位 這樣告訴別人嗎 然後說到最後要教我兩個 但是我都不太記得教了什麼 99%都是說他自己之前發生的事 但是那幾招是什麼呢 概概是什麼呢 我還是幫忙看一看碗 買你伯母喜歡吃的東西 去吃 廢話來的 我們的意見比他還好 你現在打上來的時候 就是 廢話 總之就是想跟你聊天 對 總之就是要我聽他說話 不是跟我聊天 我沒有什麼怎麼說話 哈哈哈哈 然後說完之後 其實他後來都用一些很類近的理由 哄我單獨出來 那你在這個過程中 你有沒有覺得有些不對勁呢 那時候就是因為我 我沒見過家長 就很想融入 他說什麼我就真的很乖 那這裡是我很搶 那我想問一問 他是用一個長輩和後輩的方式 去溝通 還是有一點溝的角度 他初時真的多 是用長輩的角色說話 嗯 去到我家就越來越不妥了 有什麼察覺都不妥 不就叫你BB 哈哈哈哈 他怎樣 有什麼察覺到 他越軌 他一出來會說 不好意思 我只要你出來吃飯 有時候我也不開心 但是跟你聊了 我覺得很舒服 有時候我真的很想念你 這個不行 不要介意我這樣說 我也知道我這樣說 好像很奇怪 但我很難掩飾 真的很想念你 你不要介意我這樣說 然後我都時候回去 他問我 我覺得有點怪 不妨 我想說不要緊 我們都可以這樣說 我問一問 charlie和care 你們聽到覺得怪不怪 當然怪 你幫爸爸把他介意我 我真的不行 你自己都起了 哈哈哈 我看到uncle 在試嘗水溫 是嗎 可能如果想念你 看你介意不介意 而且他本身沒有上班 沒有業 很有空 話 所以 人陪 好 接著就越來越 變本加麗了 到我生日,他就收了一封五千元的糧食給我拍 哇! 我只收了五百元 呆了,他就說想和我上契 就說不如我契你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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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說不如我做你爸爸 為什麼我這樣提出呢? 我只是為了保護你和我女兒 以後有什麼事帶你們出去吃飯 遇見有些熟人,他就問 為什麼有多了一個女孩子 我就可以多一個藉口說你是我契女 就可以幫你們驗證 這個簡直挺精妙的 但你回想一下,其實他兩個自己出去吃飯 為什麼要回答他呢? 哈哈哈哈 我都想到這個問題很久 但他有量度過的 那他那五千元給你之後,又要你做什麼呢? 其實是,他叫我回家才打開 我回家後我真的呆了,馬上告訴我一個XD 然後最後我就拿人家一張五百元 因為他真的是債子 然後其他錢還給他 我說我不收你那麼多錢 我不是那麼好意思 那我想問你這個XD到這件事之後他有什麼想法呢? 他嚇一聲,沒有什麼反應也沒有什麼評論 那總之就是我們這麼答應了 你家裡就叫我做爸爸的了 他都會叫我做女兒的嘛 之後又要我煮飯洗碗 哈哈 要你煮飯洗碗? 五千元請了一個工人牌 他就沒有說得那麼明顯 他說你有空幫一下伯母 伯母做事都很辛苦的 那我又是心軟 而且他真的吃著我的心態 很想融入家庭 當然是融入家中 哈哈哈哈 得誠女傭,融入家中去 他也是我同胸 對,就請了這個女傭 那他真的情緒勒索 他爸爸就變成了店門家 不斷叫我約單位吃飯 有多頻密呢? 隔一個星期就約你還是怎樣? 他會想一個星期吃一次 嘩,像拍拖一樣 那他在吃飯的時候 他那個言語和行為 有沒有變本監禮地要親熱? 就是有 他去到後來好像是別人拍拖 約了他去遊華地吃飯 他說前一天我已經看哪間餐廳好吃 哪些菜特別好 然後才再約我去 即是偷女的模式 對,我就覺得是這一種來的 然後又會分享自己的興趣 剛好我也是喜歡聽歌的 那他又會覺得很適合我那些話題 這樣也適合他聽譚麗論 你也不是聽譚麗論吧 去到這些都算了 他有時候出門 他想我幫忙就叫他們手扶 對,我剛剛已經跳躍了 那個關係 所以我本身正想問 就是他跟你聊天時 有沒有摸手摸腳 有啊,有時候他喝酒那些 他就會突然縮著你 想 女兒你真的很好啊 然後我就縮了 雖然就搭我的肩膀 令我很不舒服 還有一些是令我更加難受的 因為我有時候會去他家過夜 他會說 你經常都是過夜吧 不如你給你的烏鬚衣服我去洗啊 可能會讓他碰我的第三褲 他不是瘋得拿去問嗎 當然啦 原來第褲啊 很爽啊 一定是啦 已經想像到啦 正常你都不會拿一個夜明的小孩 對,對 然後有一次他有個說話 真的令我很難受 他會說 男女關係就說有孩子而已 女女就不怕啦 不知道女生和女生之間是怎樣做的呢 不行,我真的接受不到 我會立刻報警 神經病的 還要多願望我和我前面前 我都覺得他還要不是問你 他還要問他女兒 已經失去了常理 真心,我爸爸問我怎樣做 我也很尷尬啊 就是啦 那之後你的前面知道了這個 這麼過分的事情 他有什麼感覺呢 他又是沒有什麼評論 沒有什麼反應 可能大家都是很小的 我不單止對他的爸爸很反感 我對他的前面都很反感 他應該要保護你 算是我 我也回去指著我爸爸指著他 就是我在家過夜的嘛 那我的前面都會很奇怪 為什麼我會和他之間的親密行為會少了 那其實是因為 我知道他和他父母中間 只是隔著的板子很認真 承著承著覺得他會偷聽很不安 所以他和他爸爸最後吃了一頓飯 就是他爸爸說 我覺得我的生活其實不需要有他老婆子女 有我和你兩個人就夠了 我聽完真的覺得神經病的 他簡直是表白的 是啊 我想問一下Charlie和你 如果你去到這個情況 你會怎樣解決這個問題 第一件事 我一定不會想契的 我覺得想契這些東西 就好像是某一方 很想向某一方拿著素 我媽就有個好例子 我有個女生就無緣無故 背著我和我媽上契 然後以我所知 那個契女 就是這樣問我媽拿著素的 所以這個契的關係呢 感覺很差 你簡直是現在張濤那部戲 我媽媽有了第二個 真的有了第二個 然後我質疑我媽媽 你為什麼要上契女生 那我便可以了 契女和親生女是不同的 所以你就不相信他爸爸 就純粹是契給老婆子 這個情況 一定是契老爸想拿著素 真的不要亂契 是嗎 我會和前男人先談 要告訴他嚴重性是去到哪裡 如果前男人覺得OK的話 我就會和他媽媽說 回給他們和他爸爸談 即使他有機會家破人 我都不理會 因為道理在這裡 當然了 那程醒你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呢 到最後我就直接跟前男人說 不行了 我真的不想再跟你爸爸單獨吃飯 他有時候會摸走 然後我就沒有再上過他家 沒有再跟你爸爸 嗯 對 那他都沒有找你了 他有沒有說 為什麼最近不找我 很想念你 他有朋友在找我 然後還在WhatsApp罵我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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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他爸爸也說過 你今天都是出了糧 記得都要給家我們 什麼 哇 又吃又拿 對 他不單純出來摸手摸腳 他打算打賣荷包 對 是一個給錢你的工人 對 對 對 我想問一下Dick Sir 你覺得 我老爸的腦袋出現了什麼問題呢 平時看得到鹹片多 哈哈 所以沒事做 沒事做 每天在家對著電腦 嘔嘔嘔嘔嘔 這樣 精神上路 所有倫理都沒有了 看歸看 你不要當現實都是這樣 以後可不可以你和你的X分手 是否關於這個關係 這個也有一點 因為他又不斷叫我 你原諒我老爸 蛤 那你的X有問題 他也很有問題 神經病 是否隔定 真的有問題 沒理由你的X這樣做 那我都覺得很失望 這方面 這個不是陪人到過難關 這個不是陪到過難關 完全是不理你感受 這個難關是他整個Family 給你的 所以你斷了這個關係 是完全正確的 離開這個 厭恥 離開這個愛登市家庭 是完全正確的 其實我也有些地方 很想警察一下 第一 剛才也有說的 就是要設定一些價錢 千萬不要為了 討好另一半的父母 過分去滿足他們 搞到沒有了自己 還有就是 如果要融入另一半的家 其實不應該只靠我一個人 我的另一半 因為他要做一個調解的角色 其實這個不單止是 同性戀的關係 很多異性戀都有這個問題 說得對 不只是另一半要努力 其實你自己也要努力 令到這個關係合理 對 所以他既然這麼不珍惜 這麼不在乎你的付出 你要想清楚 這個人是不是真的會服你 對 所以你其實也很清醒 對 以前的自己真的太蠢了 所以我真的不喜歡 那個人好像我這麼蠢 哇 好啊 感謝你把這個 你自己的經歷和大家分享 教醒大家 這個很有用 我希望你找到另一段幸福 好嗎 是已經找到了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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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拜拜 很多時候女生都比較乖巧 所以當人家提出一些要求 他們多數都會說yes 但其實當遇到一些 不恰當或不合理的要求 我覺得女生一定會拒絕 一定會說yes 是 還有一些位置 我覺得會設定底線給自己 例如假設有一個上司 他平時對我很好疼 然後他無緣無故約我出街 我覺得怪怪的 不妥了 那我就要找一些朋友仔 同事 看看會不會一起解決 或者陪我一起去 所以要保護自己 但我自己覺得最重要的是什麼 就是千萬不要做一些顏色法寶 對 有些東西 其實你幻想 你就自己有他們 停留在幻想裡面 為什麼拿出來現實世界 搞一個肥人 擺明是精蟲上腦 影衰受害於男人 對 男人全部都是這樣 我們很正經 對 如果不正經 都會搞成今天這樣 對 好 大家有什麼奇怪 疑難雜症的問題 都可以和我們分享 今天警醒一下大家 好 拜拜 拜拜 試一下旋溫分陣 你不要亂來 都說我認識的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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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好 好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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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